在球迷眼中 他平易近人 丝毫没有明星球员的架子 在媒体眼中 他态度和蔼 几乎从没有拒绝过采访 在浙江广沙 他毫无疑问是球队的领袖 本期CBA战将节目 一起来感受野兽的领袖气质 在场下 林志杰兢兢业业 以身作则 林志杰的训练态度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球员学习的榜样 无论是在力量训练 还是体能训练 还有包括平时的地弹式训练 我觉得他付出的 甚至要超出百分百的努力 他只是不同 他每天都工作很厉害 甚至于他的年龄 我没有认识到他那年龄 我认识到他一直都在工作 每天都工作很厉害 他让我工作很厉害 所以我喜欢他 训练当然都是非常的刻苦嘛 也很累 那你这些方面 你可以坚持下来 咬得下来 这对你就是一个提升一个帮助嘛 因为毕竟 自己的体能跟状态可能不会像就是前几年这么好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体态跟状态吧 然后所以要充满坚持啊 要很坚持跟对篮球的渴望要去享受 到了场上 林志杰用他自己的方式带领球队去赢得比赛 他会去帮助我们 在假如在场上自己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和挫折 他会去第一时间告诉你 他会去给你讲解 会去给你教授你一些东西 就是他经历的一些东西 他会跟你去说 其实以我的方式 我都是以鼓励方式吧 尽量就是让他们更有自信一点 希望可以放得更开 然后在球场上可以找出自我的感觉 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找到自我的感觉 就是你在球场上 然后又气氛非常好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是不管什么球 你都会觉得说一定可以投得进的感觉 打球的时候会特别积极 特别拼 基本上会自律 非常自律 然后用自律的精神去带动下面的小老弟 然后再来他场上又非常有爆霸力 然后那种打球的拼劲吧 不仅仅在CBA 在代表中华台北南篮参加的国际比赛中 林志杰也有很多经典的表现 我想2013年亚锦赛不管对到菲律宾 或者对到中国 我们那个是志杰算是起国际赛的高峰吧 然后林志杰这个wide open 单半球的出手 Full 3 野生的怒吼出现了 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台湾 并没有真的是职业联赛 是算半职业 那当志杰来到CBA之后 我觉得他非常尊重这个职业球员 就是敬业精神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所谓就是态度嘛 志杰本身个人就是要有态度 对比赛的渴望嘛 要充满了热情嘛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打了很多年的球 会对自己打球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不会有一种对篮球的热情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很重要 尽管主赛生涯末期 林志杰依然能够以他的方式去影响比赛 他并不满足于每一年的季后赛事旅 因为他想要获得更多 球队目标当然是一直 这个大家都很明确都很知道嘛 当然就是精到四强嘛 然后自己个人目标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 在球场上一些本分嘛 然后尽量不要再受伤 对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广煞队魂 他在用他的方式率领广煞战斗 相信这群猛师能越战越勇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广煞 的广煞 可以是一样的 我们熟悉的广煞 所以我们熟悉的广煞 我熟悉的广煞 我熟悉的广煞 有个优秘的广煞 有个优优 我们熟悉的广煞 我们熟悉的广煞 i know you